今天在泰国的粉丝真的是很幸福了 内于多位明星底太接机都接不过来了吧 泡男泰国收官阵容真的不错 原厂驻嘉宾蔡西坤送一集惊喜回归 飞行嘉宾这边最明显的是王鹤弟 一大清早王鹤弟就出发了 黑色帽子和服装搭配起来看就十分清爽 还没到达泰国就已经有很多粉丝开始在机场等候了 它在印颜色好像是紫色 看拼图人挺多的 但是尴尬的是被王嘉尔粉丝指出 有部分图片是盗用他们家的接机图 应该是王嘉尔去的时候拍的 如今被抓包了多少有点尴尬 还有网友表示是和范晨晨家一起共享粉丝 例如同一批粉丝举完A明星的牌牌 过后又去举B明星的牌牌 甚至还去举C明星的牌牌 这不就是假粉丝吗 好抓码 甚至有人怀疑这是跑难过的吗 晚间九点多 歌手蔡徐坤抵达泰国 人气确实太旺了 不仅出发前 衬衫上有骨头上了热搜 到达后还和粉丝机长 等上了泰国人气的热搜 真的是很多人关注了 笑死蔡徐坤的标配 墨镜和花衬衫出行就是一个库本 看视频确实人很多 有网友表示不愧是顶流大明星 去哪里都有粉丝人山人海 同位流量 网各地虽然因为流星花园和苍蓝爵 这两个戏在海外收获不少人气 但还没达到蔡徐坤的出现度 不过两个流量都去了 泰国真的很热闹 估计明天录制会更多人在信场 毕竟户外综艺路透很多 除此之外 周深今天也有机场路透图 不过整体装造主打的就是一个生活气息 白衬衣白裤子黑帽子 其实不是很适合他 周深还是适合一些清真亮丽的颜色 你们觉得吗 今天嘉宾到齐 10号和12号开始录制最后一轮了 不得不说 这次去泰国录制结局 节目组终于要觉醒了 你们期待什么主题内容呢 我们下期再见